土豬肉剔除肥膘与筋膜 只留下纹理分明的瘦肉 把这个切成小块的 用个锤子和素粉来锤 是真锤子肉啊 真锤子肉 我以为就是它像什么锤子的形状 不是不是 用锤子做成的 所以用到的是它 科书说猪瘦肉的纤维比较粗 在锤子的敲击之下 猪肉的纤维结构被破坏 肉质变软 吃起来会更加嫩滑 细腻的红薯粉包裹瘦肉片 在不断锤打下 红薯粉进入猪肉内部 可以把肉的嫩滑爽口 发挥到极致 像是锤饺子皮一样 我能试试不 可以 这样锤不散着吗 你那个里不行 里要均匀 太大的里没有的 一片一片的锤子肉 大约三毫米的厚度 是力道的准确把控 也是耐心的凝聚 好 现在锤子肉下锅了 这是不是要给它讲一下 不能讲 为啥 锤子肉下锅一个讲究 放的时候呢 一片一片的方 放下去以后 我们不要动它 你又动了 红薯粉呢 不粘在上面的 这也不好看 也不好吃 肉片逐一入锅 红薯粉的包裹下 肉片锁住了水分 保留了鲜嫩口感 开水烫熟后 迅速捞出 以免猪老 现在搞肥肉 肥肉也有用处是吧 对 搞这个油渣肉 把这个皮除掉 切成条子 叫做羊尾 也就是说 最后出来 那个猪油渣 那个形状 能吃到的是 一根一根 像羊尾巴一样 对 一勺白糖 半勺面粉 少许蛋液 为肥肉裹上一层外衣 入油锅进炸 香 不腻 放点糖 有点甜味 吃一根羊尾 就能胖一斤那种 太诱人了 羊尾出锅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茶叶 和笔石头 先要煮笔石豆 煮它 科书口中的皮诗豆 学名冰豆 是乐园香特产的一种豆类 它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清水中煮熟 起锅沥水 随后 鲜嫩的黄金芽 简单焯水 豆香叶鲜 惹人垂涎 太诱人了 可以吃了 里边是沙沙的 但是你嚼到后边 那个香味 又甜又香吧 酥脆的炸羊尾 嫩滑的锤子肉 山河情中的山 算是有了生动权势 接下来 科书开始处理 关于河的部分 这种鱼 我们头发叫虫布了 这个也是我们 乐园的三鲜之一 这么小个的鱼 它需要处理吗 需要处理 红香 红香的 就是又香又甜 哦 红 当地人口中的虫布卵 也叫虾虎鱼 它们身形短小 仅有几厘米长 看上去呆头呆脑 肉质却异常鲜美 旺火烧油 虾虎鱼趁热下锅 红香又香又甜 鲜鱼干是都加油吗 这个鱼太小了 不加点油呢 太干了就不鲜 香酥在外 鲜甜在内 红鱼的火候 要精准拿捏 下锅 确实还没有特别干啊 好 现在虫布卵已经处理好了 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备好了 到高光时刻了 出现了一个包 这个就是底料土鸡汤 先放一家 备好了 这就是辣椒 太辣了吧 我们一大种口感呢 这么多差不多了 火热的山河禽 接下来就把那个 鼻子都倒下去 这是豆和鱼啊 在鸡汤里头 是的 然后要轮到锤子肉了 锤子肉了 开了以后 就把这个放下去 最后肥鱼的金黄 与爽嫩的翠绿 铺展其上 多样食材巧妙搭配 即使小小的砂锅 也能成下柯树心中的山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